再见李牧豪 爆手钢空降2米05CB神射手 来登喜货三分炮台 球迷振奋 大家好 我是老九 欢迎观看老九聊TV CB休赛期各支球队正在进行下训 可以看到北京手钢近日也是迎来了不小的举动 上个赛季 手钢在常规赛期间 场均只能得到94.1分 排在第17位倒数的水平 但防守效率高居第三位 仅次于浙江队和辽宁队 可见北京队是典型的弓弱手强 但不得不说 自从外教莱登顶替谢利斌成为主教练后 北京队的进攻方面真的是提升太多 和吉林队季后赛的两场比赛更是疯狂砍下了123分 127分 莱登的执教能力确实非常厉害 而在这个休赛期 手钢方面虽然打脸亲自自己送走了3000万转会费挖来的李牧豪 不过据了解 北京手钢俱乐部把李牧豪送回深圳队是有附加条件的 那就是手钢要求空降2米05CBA神社手加盟 这位新加盟的就是深圳队球员卢一文 那也就意味着拿卢一文单换李牧豪 对于手钢来说 现在的莱登执教想为球队继续补强进攻方面的能力 前段时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希望北京队可以加快节奏 增加三分的投射 注重攻防转换 这也是北京手钢俱乐部继续让莱登执教的原因 他的理念符合现代篮球的发展和要求 现在有了这个三分炮台神射手 北京队的进攻也能够变得更好了 相信新赛季绝对是联盟顶级强队 大家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器留言